新竹市长高宏安涉嫌诈领助理费 台北地院一审判定贪污有罪 停职之后由副市长邱成远来代理 有周刊进一步揭露了整体贪污案 有四名吹哨者提供了关键的密档 四人当中有高宏安台大期间的校友 还有曾经在企业与他共事过的人 分头搜罗了高宏安的大小事 这才发现了诈领助理费的证据 而吹哨者联盟交换情报的过程 也宛如谍报片 新竹市长高宏安涉嫌助理费 台北地院一审重判 七年四个月有期徒刑 而班导高宏安关键人物 据周刊披露有一个吹哨者联盟 吹哨者联盟由四人组成 身份有政治基层工作者 高宏安台大资公所期间校友 还有他在企业的前同事 动机来自不满高宏安吹嘘说谎 四人一开始并没有深入交情 是通过通话建立信任 第一次碰面就在新竹市知名十八尖山 当时他们各开一台车 在停车场交换情报 选择停车场就是因为车子开上来 会看到车灯方便警觉 其中有人怕身份曝光 每次都会租共享汽车从台北南下 为了不被察觉 四人还会分工 两两一组不同地点碰面 其中一次碰面 特地选在新竹市南辽浴港景观桥 因为桥上风大无法录音 就算观光客经过也听不见谈话 至于最关键的一次 是在国道三号关西休息站 其中一人带着25个密档 密档里有高宏安的账本 还有薪资明细 他上了另一人的车把密档存进 全新蓝色随身碟 一开始蓝营林甘人检举 随后内容媒体完整曝光 历时四个多月搜证 整个过程宛如跌爆片 针对一审的判决 我绝对会提出上诉 台北地院认定高宏安诈领11.6万 但检方却主张高宏安设诈超过46万 和起诉范围不同 是因为台北地院一审 警救助理费低薪高报 判定构成贪污罪 辅报加班费并要求缴回的行为 则是无罪 检方不排除针对这部分再提上诉 是不是福报加班费交回公积金 这个部分都会是供房的范围 而省重点恐怕落在贪污范围 究竟是否加重刑度 检方预告宏安如何供房 是关键所在 记者梁子月杨文豪台北采访报道